5月30日下午 马斯克的四人飞机降落在北京 开始了三年来首次访华之行 短短一天之内 我国已有外交部 工信部和商务部三位部长 会见了马斯克 据日子前媒体报道 马斯克后续或将前往上海 参观特斯拉超级工厂 2023世界动力电池大会 将于6月8日在四川宜宾举行 特斯拉应邀参展 正当马斯克访华之际 5月31日 宜宾发布官方微博发文 承邀马斯克来宜宾做客 24小时见了三个部长 商务部长会见马斯克 据商务部网站 5月31日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会见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双方就中美经贸合作 特斯拉在华发展等议题 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 王文涛表示 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这将为包括特斯拉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 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中方将继续高效 务实做好服务保障 支持外资企业在华长期稳定发展 马斯克赞同美中关系不是零和博弈 感谢中方在新冠疫情期间 对特斯拉上海工厂提供的支持和保障 赞扬中国发展的活力和潜力 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愿继续深化互利合作 5月31日早前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 在京会见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双方就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 汽车发展等交换意见 据外交部网站5月30日18点消息 2023年5月30日 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 在北京会见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私会宁德时代掌门人 5月30日下午 网络平台流传出一张 马斯克与宁德时代董事长曾玉群 在某酒店大堂并排前行的照片 照片显示 紧随马斯克和曾玉群后的 还有特斯拉全球副总裁朱晓彤 对此 记者第一时间向特斯拉中国 和宁德时代方面求证 但截至记者发稿 双方均未回应 据澎湃新闻报道 有业内人士分析称 此次马斯克与曾玉群会面 商谈的内容可能会包括 上海储能超级工厂的储能电芯供应 未来在北美合作建电池厂 以及动力电池供应的事宜 今年4月 特斯拉宣布将在上海投资建设 全球第二家储能系统 Megapack超级工厂 根据特斯拉的上海 Megapack超级工厂计划 将从宁德时代采购 磷酸铁锂电池电芯 马斯克晚宴菜单曝光 根据网传菜单 马斯克到访后的首次晚宴 共有16道菜 分为前菜 汤 海鲜 肉类 食蔬 主食 甜品七大类 包括意大利黑醋松柏肉 怀旧妈妈菜 马加沟 芹菜 樱花虾 美国橡拔棒 老檀酸菜等 压轴主食 则是炸酱面 值得一提的是 在网传菜单的封面上 两匹马占据了大部分空间 寓意着特斯拉在电动化领域 驰骋千里 梦想成真的祝福 菜单那页字母 亦十分醒目 并用中英双语 介绍了马的含义 以及祝愿特斯拉 在通往电动化的发展道路上 以梦为马 横行万里 而汉字马 和Extraordinary的首字母义 对应了马斯克的中英文名字的 首字和首字母